三连一点模组白剪 视频一看作业减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然 经常玩国际版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我们模组里面的东西很多都需要指令来获取 玩起来就不是那么顺手 就在小然看到这么一条评论之后 没错 懒人们的福音来了 而且这个版本它不是测试版哟 之前小然做的那期恶魔果实模组 是用的1.16.1的版本 物品栏里面就只有生物弹 没有这些果实和这些武器 现在我们新版1.16物品栏里面 就可以直接拿取模组里面的所有东西了 终于不需要用指令来获取物品了 以前通过指令来获取模组里面的物品 不仅不能够体验完整版的模组 而且还很麻烦 今天那也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之前恶魔果实模组里面没有做到的一些东西 应该是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导致了我们这里面的生物有些加载不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最新版的一个弊端吧 希望在以后的版本当中可以解决 在恶魔果实模组里面 我们是可以直接变成四挡路飞的 在之前的版本当中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获取指令 变成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改变我们自己的外观 而且还有特效环绕周围 不过这个技能好像还是以前的技能呀 分别是橡胶机关枪手枪火箭弹 没有猿王枪差评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弹跳人的正面形象 你还别说我们长得感觉有点憨呢 长得憨归憨 但是毫不影响我们的气质 除了我们的四挡路飞 我们的弗兰奇大将军同样也可以变成 不过变成之后呢 这个减速效果太明显了 我们有一说一正面形象还是比较帅气的 但是感觉缩水了呀 还有小伙伴留言说我们这个恶魔果实魔术里面没有武器 其实它是有武器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武器的获取指令而已 你看这些黑刃呀 包括这个萨伯的这个管子呀 和从云切 而且这个里面的武器 每一把的伤害也是不一样的 萨伯的那个管子是需要两刀一个村民的 我们这个从云切直接一刀一个小村民 最强男人的武器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的有没有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搞笑的东西 兄弟们有没有认识的 认识的在工品上面打出来他的名字好不好 是的没错 他就是凯多 这凯多也混得太惨了吧 感觉就跟一个半成品一样 这个后面是啥玩意儿啊 我凯多好歹是四皇之一啊 怎么在魔术里面被做成了这个鬼样子 那么好 本期视频是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呢也感谢一些热心粉丝的留言 喜欢小人的视频 别忘记给小人个三连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